鳳凰城太陽今天迎來主場開幕戰 迎戰猶他爵士 三具頭之二 Bradley Bill和Devin Booker依舊缺席 沒關係 有Kevin篤任做大哥 放心啦 第一節KD打好打滿 四頭三中 加上四季罰球 首席攻下十分 而其他角色球員今天決定 不再安靜當小貓 Eric Gordon也有單節九分 上半場二十一分的傑出表現 讓太陽攻勢不再局限於 KD的單兵發揮 第一節打完 太陽以三七比二七領先 爵士這裡 一哥Laurie Markkinen外線精準 全場三分七頭五中 射下十九分 可惜的是爵士今天保守漫步驚心 一直讓太陽找到機會 尤其是Eric Gordon 這一場可以說是把前幾天沒進的球 一股那兒全要了回來 太陽上半場擁有破五成命中率 半場取得十六分領先 第三節太陽還有騎兵Bong出來 開季第一場得零分的Gracem Allen 今天攪出本季代表作 全場攻下十七分當中 有十四分集中在第三節 其中又與這季快攻爆槌 炸裂籃框最為精彩 就在鬼森艾倫的搶眼發揮下 太陽擴大領先到了三十分 最多到三十三分差距 也一舉將比賽定調 KD這場輕鬆發揮 穩定高效的攪出二十六分 外帶七助攻 太陽團隊六人得分上雙 板凳上場的Jordan Goodwin和June Lubbanks 各有十二分貢獻 中場太陽一百二十六比一百零四 大破爵士 本季第一場足場比賽 拿下漂亮大勝利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ity Social